大家好,我是天宇 无论是在汽车行业或者摩托车行业里 一个小品牌的诞生 从发展到辉煌 需要一个很漫长的过程 这个过程几十年甚至上百年 但是有一种能够让你短期就实现高大上的做法 那就是借尸还魂 在有些人的眼里总认为国外品牌 洋企值得信赖 所以我说的借尸还魂就是指的这个企业 去收购一个国外濒临倒闭的品牌 再把它引入国内伪装成高大上的豪华品牌 在汽车行业里最典型的例子那就是宝卧 当年北汽以500万元的价格买下了宝卧的商标使用权 所以说宝卧其实就是一个用资本运作复活了的品牌 在欧洲宝卧基本已死 但是到了国内甚至打出了和BBA 隶属于同样的豪华品牌 宝卧的BX5 BX7 这些车型的售价并不低 但可惜的是宝卧这个如意算盘似乎打空了 想要借尸还魂 你至少需要有真材实学吧 宝卧汽车的操控感受 是完全不能和BBA相提并论的 除了宝卧 还有一个汽车品牌 思维汽车 也是被一家重庆的企业收购之后 冠与意大利的汽车品牌来到国内 最后也是尴尬收场 前些年的明觉 莲花 这些汽车品牌也有着类似的经历 其实不光是在汽车行业里 摩托车行业里也是如此 今年北京摩博会前一夜上市的一个摩托车品牌 也是源自意大利 在国外混得不好了 来到国内配上一个中国新 摇身一变 变得高大上 大家伙知道是哪个平台吧 我说这些 其实并不是说 借尸还魂不好 只是感觉 这些年 咱们国内的 不论是摩托车行业 还是汽车行业 都在飞速增长 水准也在不断提高 像长城 吉利 比亚迪 现在也是在出口 早些年那种外国的月亮更圆 这种说法早已不复存在 现在已经是2021年了 在这个时候 还去玩这种小伎俩 没意思 当然我不可否认 玩这种小伎俩的企业 确实是有着成功了的 大红大紫的 那是一种小概率事件 大家伙还知道 在汽车行业或者摩托车行业里 有哪些借尸还魂的案例吗 欢迎说出来 咱们共同讨论一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